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本月的每日交指南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日周四 下面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的数据比较简单 就是美国的出庭失业经营数 老朋友数据了 我们看市场预测是21.8万 前只是21.5万 可以看到这两个数据呢 市场还是偏向于比较保守一点 没有做很大这种价差的预测 如果说公布以后真的是21.8万的话 对黄金的刺激不会很想 比如说现在黄金是一个下跌趋势 对吧 你公布是21.8万 或者说公布在21.4万 这种数据的话 绝对不会改变黄金的当下格局 就整体的下跌趋势是不会变的 另外在22.30分会有天然气库存 以及23点会有EIA的原油库存 EIA原油库存 昨天晚上公布的一个库存数据是增加的 我们看到原油并没有上涨 并没有上涨 发出这个下跌 而这个EIA原油库存 目前去看整体而言是偏小的 顾得195万桶 那么今晚上公布很可能是一个正值 因为昨天有一个先行的数据 已经显示是正值为主 下面看一下今天基本面 那么今天基本面并不是很多 甚至说没有很关注的基本面 但是有一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就是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在昨天晚上破5了 华尔街受到一个危险气息 倒置了创一个月的一个新低 可以看到这个美债收益率不断的上涨 就意味着美债在被抛售 所以美债收益率 大家要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再破5 破5了会迎来什么一个变化呢 明显可以看到了 美债收益率破5 昨天晚上黄金怎么走的 黄金是下跌的 下跌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在涨的话 今天晚上的黄金还有可能还会继续的下跌 美债收益率的两年期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 这个上涨的格局应该还会在 今天很可能再试探一次破5 所以这个黄金应该还有一波下跌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一个基本面 我们看第一点就是印度的话 在6月份重新开放小麦的一个进口 全球需求进一步走高 支撑这个小麦价格 那么这个印度的之前是停止这个小麦进口 那现在开放 虽然说印度对小麦一个需求不是很大 但整体而言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印度已经有点什么 自给自足了满足不了了 你需要进口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所以今年一个粮食 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印度本身是一个产粮的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去进口 就说明这个天气呢 对粮食生产是比较有影响的 这种影响会扩散 另外一个点看 全球城市危机 第一第二大的出口灾害呢 不断 气候价格连续创新高 前期有一个可可 大家有应该关注我们节目 应该知道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讲了啊 这种天气的危害呢 会使得这种农产品的期货 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会一个一个轮着涨 因为天气的问题呢 大家都没办法改变的 而且天气问题所产生的一个要素的话 你不能说马上就解决啊 你需要怎么样 等明年风调雨顺 或者明年再种的时候才能出来 它是有个很长的时间周期的 所以农产品呢 我们看到 可可 小麦 橙汁 对吧 很多很多甚至前期的大米啊 这些都在涨 所以这个农产品的期货 如果说你有做期货了 要注意一下 低息为主 低息为主 过分的看空这些农产品呢 今年来说 绝对会吃亏 最后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联储贺比书呢 昨晚上公布了啊 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全国的经济活动呢 持续的扩张 但是企业对前景越来越悲观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核心的报道 可以看到了 美联储的经济贺比书 依然没有什么用 讲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 没有很明确的这种方向 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对我们的交易呢 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 今天一个基本面 那么今天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这个美价收入率的 进行一个波动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 意证经营的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意证经营 黄金本预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的交易系统呢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啊 想要学习K线法的交易系统 朋友欢迎大家 教我们意证经营的会员 教会员会有全天后四盘指导 还有K线法的交易系统的四盘教学 以及四盘运用的一个操作指导 下面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投资情绪 我们首先看美元啊 美元看到情绪43.09 看跌 看跌情绪是56.91% 可以看到昨天和今天对比来说呢 这个多空切换是比较快的 比较快 所以这个美元呢 这种多空切换比较快 就说明当下的多空的比较平衡 你会这个情绪 马上就转过来 转变一个阵营 这是一个多空平衡的表现 所以这个美元呢 近期啊 是看不到大跌的 看不到大跌 另外我们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的是看涨情绪50.2% 看跌情绪49.79% 黄金呢 会也处于一个震荡过程 震荡之余 就说明这个黄金呢 会在一个区间呢 做一个震荡 不会出现这种 单边大波段的这种下跌 所以这个黄金的交易呢 也比较简单 有大跌 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一些关键的支撑位呢 买涨 有大涨 你可以在一些关键的支撑位呢 你可以在一些关键主力位呢 做空啊 就是一个震荡格局为主 下面看一下技术图啊 首先看这个原油啊 原油呢 在15分图里面呢 是一个小的看跌信号 在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法则 现在是一个空头法则 昨天没讲过 它是一个扩展三角形啊 扩展三角形 所以这个原油呢 就目前去看呢 偏向于空为主 能不能跌到这个位置 我们不得知啊 但是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呢 走一个横盘和震荡 在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这个原油呢 其实它这一波的下跌 已经跌到一个法则支撑啊 法则支撑是在79 和这个78.8这个区间 它已经是摸到这个支撑位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原油呢 我们认为会做一个震荡 目前是东风界是在79.6 基本上只要不破79.6呢 我们认为这个原油很大概 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 如果说再次跌破这个79 78.8会跌到这个77.98 那这个原油我们偏向于什么 看空为主 看空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在生物图里面 它是破法则的 也就是空头啊 相对来说比较强 我们看跌到77.98和77.81 这是一个现货原油的价格 就是会跌到这个位置 那么期货价格的原油呢 我们看跌到77.98和77.65 这个区间 所以这是一个原油啊 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高空为主 那么期货你可以注意一下 只要不破79.5啊 我们都不会看很大的这种上涨 这是一个原油 在这个核心区间呢 这个震荡的格局 逻辑不变啊 低息高抛 我们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虽然说有反弹啊 这个平台有反弹 但是整体一个逻辑 你看 是不是很明显 有这种什么啊 下跌想掉下去的这种感觉 当然最近的行情呢 洗盘比较严重啊 不敢说它一定会跌 但是 目前去看呢 整体看跌的格局啊 会大很多啊 概率会大很多 在色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 这个黄金呢 我们看跌到多少 看跌到2312和2307 今天早上呢 它已经跌到我们的 第一个法则支撑 就是2325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现在去看了 要么就两种走势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位置 做一个震荡 因为你在第一个位置 已经有反弹 有反应了嘛 对吧 做一个震荡 第二个就跌下去 那么结合这个 每天收益率的反弹呢 我们认为今天晚上的黄金呢 很可能会跌下去 所以我们是偏空为主 但是你要严格支撑啊 目前呢 多分界是在2345这个位置 想要做多的朋友呢 可以在2310和2308之间呢 挂单啊 做多 这个黄金呢 我们是看不会跌 特别特别深的 所以能到这个2310附近呢 你可以大胆买涨 在生物图里面呢 这个黄金呢 目前是一个持续的空头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以这个2340做一个支撑 逢高啊 做空 逢高做空 像这个2338 这位置都是可以去做空的 因为明显这个平台 对吧 那怎么准备一下 会看涨呢 就是这个黄金呢 突破2345回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涨 我问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在生物图里面呢 我们是继续的看跌为主 虽然说这个位置啊 已经摸到了法则的支撑 并且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它在反弹过程中呢 没有有效的形成 看涨的信号 所以呢 现在我们会看跌到这个 31.1附近呢 和前方这个低点呢 再做一个双底 这种动作会高很多 高很多 但是这位置做了 一定要射止损 为什么呢 因为31.1 这个位置一旦破位了 会加速下跌 而且这个加速的速度 会超出你的想象 因为这个法则一旦破位的话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加速阶段 加速阶段的空间是翻倍的 翻倍的 所以就很有可能会跌到多少 跌到这个30附近啊 就是加速的一个结果 虽然这个位置啊 虽然说是一个支撑 已经做了一个反弹 再次试探 其实双底的时候 你可以买涨 但是这种买涨呢 一定要严格射止损 从高位去看呢 这个白银呢 很有可能会在这个高位呢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整理 你看 你这个高位是不是有一个回落 有个回落 所以未来很长时间 这个白银会在这个区间 做一个震荡和徘徊 当然有下跌啊 比如说今晚上真的跌到这个目标位啊 你可以大胆的做一个低息买涨 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只要带止损就可以了 就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 目前整体一个震荡的这种格局啊 我们认为是不变的 不变的 现在是低点抬升 高点抬升 所以整体一个方向去看呢 这个美元呢 还要做一个反弹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呢 今天晚上这个美元呢 我们会看涨到105.6和105.74 这个区间啊 这是一个我们所看涨的目标 也是我们法则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在这个106这个上方 我们认为到不了 到不了 所以就不用去讲它了 就讲第一个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这个美元呢 我们认为会震荡上涨 震荡上涨 涨到这个位置呢 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跌 不会占很久啊 所以如果是美元 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美元涨了 这个位置 黄金又不跌的话 那黄金就可以注意一下买涨了 因为这个美元就会下跌 二子结合来做 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目前这个美元的支撑 是在104.6和104.5之间啊 能到你可以买涨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啊 我们K线法则交易系统 带来的解盘信息 给大家今天呢 比较简单啊 我们还是以技术分析为主 基本面上呢 你就关注数据就可以了 想要加入会员的朋友 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